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2年3月5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拥抱 首先我们来分享一篇一位历史学家 从历史的角度对乌克兰战争的观察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国知名学者 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奈马克 他是一位研究俄罗斯和东欧历史的学者 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二战后 苏联在欧洲的政策和行动 以及20世纪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等相关领域 他在斯坦福的校报上发文指出 其实从17世纪以来 乌克兰就一直是俄罗斯统治者 思考其权力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这一次普京则是无谓的入侵 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 如果乌克兰战败被俄罗斯占领 那么乌克兰当地的血腥叛乱 可能会再次出现 那马克指出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都有着复杂的关系 俄罗斯将乌克兰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乌克兰人则经常认为 自己和他们所共有的东斯拉夫共同遗产不同 并且独立于共同传统之外 而普京则希望乌克兰能融入更大的俄罗斯政体 不希望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因此乌克兰越是继续建立民主自由和法治 越和西方走得更近 这就让普京感到更受威胁 那马克认为判断当前的事件 历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镜子 其实自从二战以来 欧洲就没有看到过 像这次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入侵 从历史经验来看 其实很多年长的乌克兰人都还记得 1941年纳粹入侵了他们的国家 他们还记得1944年 红军夺回了他们的土地 以及乌克兰地下组织 在乌克兰西部和苏联进行的叛乱战争 因此如果乌克兰输掉了这场战争 而被俄罗斯联邦军队占领 那么类似血型的叛乱可能会再次出现 他说令人深感不安的是 普京和西方之间的对抗 达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 以至于莫斯科甚至亮出了核打击的威胁 对此 奈马克表示 在我看来 这是莫斯科方面的无谓入侵 只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并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使美俄关系恶化 至于是否真的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奈马克表示 自己不这么认为 但可以肯定的是 普京在进入乌克兰时 他做出了非理性的反应 但北约却坚定不移地采取了明智的行动 并且还采取了一致行动 来保护北约东义 因此 他不觉得普京会挑战 美国及盟国的联合力量 因为普京感兴趣的是他的欧亚帝国 而不是世界霸权 但他也表示 尽管如此 人可能存在误判 依然还是要非常小心 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另外 奈马克还在文章中指出 普京版本的俄罗斯历史 既扭曲又有害 但可惜的是 由于俄罗斯严格的审查制度 这些史观也就成了 俄罗斯媒体向民众提供的唯一版本 在去年12月份 俄罗斯关闭了民间社会组织纪念馆 而该组织向来致力于 准确记录和解释苏联的过去 可以肯定 自19世纪后期以来 已经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思想家 像普京一样 颂扬俄罗斯人民的特殊作用 东正教优越的道德品质 俄罗斯人在欧亚大陆的正当支配地位 以及俄罗斯集体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 但也有很多理性的俄罗斯人 他们拒绝这些民族沙文主义 愿意和邻国和平相处 在民主社会中过正常的生活 纳马克指出 这场战争真的伤害了这些好人 他们生活在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之下 但他们无法改变国家政策 昨天4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做出历史性表决 支持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犯下的 违反人权行为展开调查 据法新社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号对乌克兰的提案进行表决 在47个理事会成员中 三分之二投同一票 赞成对俄罗斯的行为进行尽可能最高层级的调查 以追究违反人权者的责任 在昨天的表决中 只有俄罗斯和非洲国家 阿里特利亚投反对票 另外中国 委内瑞拉和古巴等13个国家弃权 乌克兰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使 菲利潘科在表决结果出炉后表示 外界不断对普京释出明确信号 你在国际上被孤立了 全世界都在反对你 据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项决议 以尽可能最强烈的措辞 对俄罗斯联邦侵略乌克兰造成的 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 予以谴责 决议还要求俄罗斯联邦的部队 和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团体 因迅速从乌克兰的所有领土中撤离 另外 这项表决结果的最大重点 是开启了成立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可能性 这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能下令采取的最高层级调查 以查清俄罗斯联邦侵略乌克兰之下 所有涉嫌侵犯人权和虐待行为 据悉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多星期以来 已有数百名乌克兰平民丧生 120多万乌克兰人成为难民 目前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 已对莫斯科可能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展开调查 因此 俄罗斯的国际处境 已进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 最近随着俄乌战事越演越烈 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不同形式的反俄浪潮 很多美国民众开始把对俄罗斯的情绪 投射在俄裔美国人身上 导致很多在美俄裔遭到无端的语言攻击 商店遭到破坏 甚至连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都遭到霸凌 近日 华盛顿DC的一家俄罗斯餐馆 店面无端遭到反战人士的恶意攻击 攻击者用砖头砸破了这家餐馆的两扇窗户 并在门口张贴谋杀者之家等恶意标语 并留下支持乌克兰的牌子 听到该消息后 华盛顿其他与俄罗斯有关的商家 也纷纷考虑暂时停业关门 另外 在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俄式餐厅 38岁的老板格扎里安 虽然已经是一名美国公民 但却因为他们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使其成为反战人士的攻击对象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他已经收到了死亡威胁电话 餐厅被抵制 餐馆的网络评论被一边倒的洗成差评 据报 格扎里安虽然是俄罗斯裔 但他也有很多来自乌克兰的亲友和员工 他自己也在全力地支持乌克兰抗俄 但却还是受到了很多不明人士的抨击 据悉 他曾接到电话 对方质问他 为什么不叫俄罗斯停战 他无奈地表示 每个人好像都认为 我们说俄语 我们就是俄国人 所以我们就会无条件地支持普京开战 但事实绝非如此 据乔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和国际事务助理教授米歇尔分析指出 随着俄乌战事的恶化 加上有些人对两个国家的认知有限 最近美国民众对俄裔的敌对情绪确实增加了很多 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 在入侵期间 共同制作的一项民调显示 有高达80%的美国人认为 俄罗斯不友善 并将俄罗斯看作是敌国 该比例达到冷战以来的最高点 好 那么对于这则消息 我们不得不说 在哪个国家都有脑子不太好的人 我们强烈反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将普京发动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将这股不满情绪发现在俄裔身上 或许是这些美国人根本就无法理解 在一个独裁国家 人民对独裁者所做的重大决定的无力和无奈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种理性的思维去反对战争 4号 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表示 他已经向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局提议 由他亲自前往车诺比协商 以确保乌克兰核设施的安全 因为在他提出提议的前几个小时 欧洲规模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4号早上遭到俄军的炮击并起火 但索性的是六座核反应堆全都没有受到影响 现场也没有侦测到辐射外泄 格罗西在维也纳的记者会上表示 我已经对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说明了我的角色 将会尽快前往车诺比 他说双方都在考量提案的可行性 据报在1986年 车诺比的核事故曾造成数百人死亡 并导致放射性污染散布欧洲各地 格罗西表示 昨天被击中的是厂区的一栋 用于训练的附属建筑 并非反应炉的一部分 由两名负责厂区安全的人员受伤 他称 建筑物被一枚俄罗斯部队发射的投射武器所击中 但不清楚发射的武器类型 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 乌克兰第一夫人泽伦斯卡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据报 原本她是反对丈夫参选总统的 而如今处于俄罗斯侵略国家的危险时刻 泽伦斯卡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坚守在丈夫身边 不仅给泽伦斯基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同时也展现出坚毅的勇气 鼓舞乌克兰明星 今年44岁的泽伦斯卡和泽伦斯基同岁 两人都来自乌克兰中部的俄语地区城市克里弗洛 并在克里弗洛国立大学就读时相识 泽伦斯卡当时就读的是公共工程系主修建筑 而泽伦斯基则是法律系学生 同时是一名正在起步的喜剧演员 两人交往八年后 与2003年结婚 2015年 泽伦斯基因在一部讽刺政治的电视喜剧 《人民公谱》中饰演了一名 爱批评政府贪污的历史教师 而意外当上了总统 这部电视剧推出之后 在乌克兰广受欢迎 同时也推升了泽伦斯基的人气 因此在2019年 泽伦斯基果真当选了乌克兰总统 据报妻子泽伦斯卡 原本并不支持丈夫参选总统 但当她成为乌克兰第一夫人后 她说 我尽力扮演好第一夫人应有的角色 目前 应与流利并广受欢迎的泽伦斯卡 被认为是乌克兰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而在当前的俄乌战局中 作为泽伦斯基的妻子和坚定的盟友 她选择和17岁的女儿 9岁的儿子留在首都基辅 陪伴总统丈夫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好 那么对于泽伦斯基的勇气 我本人表示非常的敬佩 我估计很多人对于这个 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说法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管任何看法 任何态度 在这么一个战乱的局势下 依然能够和自己的总统丈夫同在 坚持坚守在国家的首都 和国家的命运同在 这就是勇气 任何人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要先掂量一下自己 如果是你遇到了这样的局面 你会不会留下来 如果你的答案是会 那么你也值得敬佩 但如果你跌量之后 你觉得你不会 或不肯定会 那么你更需要对他表示敬佩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3月5号 全美新增确诊病例 45,698例 死亡1,454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大家转发 点赞 订阅 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您下转能的观点 订阅 视频 每个人下转能的观点 订阅